所以说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很聪明 跑到阳台上去接接电话 然后再享受几个女性的温存 感觉自己能够玩得游刃有余 但在这个问题上 女人是绝对不妥协的 因为这是女人最后的防线 不要去触犯她的底线 台上这位男生就是小孙 图老师对他发出严厉警告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 被老师这样说他呢 其实这件事说来话长 刚睡挺香的 电话响了 我一接为挂了 等他一接呢 人有说有笑 跑阳台了 尾声间去聊 一聊聊那么长时间 完了还不是说 今天打明天不打了 还整个天天打电话 哥谁谁能受得了啊 他父母非逼我跟他离婚 怕我分房产 怕我父母能考虑说 你们总就要吵 如果哪天把房子给你们 你们哪天才过不下去 男生小孙37岁 女生小贩31岁 两人结婚12年 女儿也有11岁 在这12年来 两人几乎是吵着过来的 而经常吵架的原因 正是丈夫小孙搞暧昧财 惹得妻子大发雷霆 不仅如此 公婆健壮起了防范之心 不但不劝说两人好好过日子 反而逼两人离婚 怕的就是将要洞迁的老房 被儿媳分到财产 那么两人最终的结局 会是什么样呢 刚上台小贩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不想跟他过了 想跟他离婚 结婚多少年啊 12年 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儿11岁了 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二婚 我一点都没介意 但是到后来他特别不负责任 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 所以我现在真的不想跟他过了 当初小贩嫁给了这个二婚的男人 并没有介意 只想着和这个男人能一直走下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婚后的生活并非想象的那样美好 丈夫经常和一些异性来往密切 和朋友聚会也都不带上自己 时间一久 小贩觉得自己被孤立 得不到丈夫的关心体贴 埋怨丈夫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而对此丈夫小孙是这样解释的 我吧 我接触的一些朋友呢 都是说是去谈一些正事 不应不就向他抢的说 KTV啊舞厅啊歌厅啊 每次女生那么多 你为什么不带着我啊 为什么别人可以带家属 你就不可以带家属呢 带家属 因为我是主办法 因为我去招待我的朋友 我再带一帮家属去 这样的不好 丈夫小孙是一位地区的食品代理 经常要接触一些女性客户 所以对于小孙来说 这些都是工作上的应酬 并没有像妻子所说的那样 故意冷落的 但这种解释妻子小贩并不认同 经常和一些女性客户吃饭 人家都带家属 偏偏自己的丈夫与众不同 所以这让小贩不得不怀疑 丈夫是别有用心 这也是让两人经常吵架的 主要原因之一 而接下来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也是让两人产生矛盾的根源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他跟别人一起养猪的时候赔钱了 赔也挺多的 那我们投资的话 大家伙都是奔挣钱为目的而去的 但事财自己干的时候 不是说个人能去啥 能去那个给控制的 凭什么要跟朋友合伙 哥们你就得带着 到最后呢 从小贩的口中得知 两人之前经营了一个养猪场 这期间一直都是赚钱 可就是因为 丈夫和朋友合伙的原因导致赔钱 所以这件事让妻子非常气愤 那么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我自己养猪的时候 特别好 特别挣钱 完了他朋友看我干挺好的 那天就给他帅走了 在外头不知道两人说什么了 在外头一天把合同签了 回来就因为这事 我跟他干了一星期 我说什么他们都不听 因为他们没干过 没有经验 由此可见 在养猪这方面 妻子小贩是有经验和管理能力的 但丈夫不听劝阻 非要和朋友合伙 这才导致 本来赚钱的买卖 最后赔进去几十万 就因为这件事 两人足足吵了一个星期 不仅如此 在投资这方面 更让小贩气愤的是房子的问题 并且这件事还牵扯到了公婆身上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再就是因为我家房子事 因为属于我老婆家房子事 你老婆婆家的房子 那不是她家的房子吗 所以沉着这么拉骨头 就不值不值要提提了 为什么不能说呀 说一下说一下 我们听听听听 你那时候多负责任 跟我把婚都离了 啊 公婆家的房子 也就是丈夫小孙父母的房子 因为房子的问题 两人竟闹到了离婚的地步 而丈夫小孙听到这件事立马回绝 不愿意提起此事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能让丈夫 竟有如此之大的反应 又为什么说这个房子是属于投资呢 此时小孙做出了解释 原来小孙父母的老房子要动签 看到机会的小孙 要借此机会大赚一笔 于是就决定自己投资 在原来的基础上加贷房屋 这样一来 只需要投资50万 过几年就能以三倍的房价大赚一笔 可此时小贩见丈夫 迟迟不说事情的关键 气得当场发飙 怎么不说主要的呢 就因为写房子的名字啊 事情是不是得一步一步说 那你作为父母人都希望 自己儿子该儿媳妇都好好过日子 哪有想着堂成离婚啊 我也能说 我自己能挡路的我挡路 不不这事怎么了 咱们说事啊 不吵 按理说 这本应该是天上掉馅饼 是一件百年不遇的好事 怎么就牵扯到公婆身上 还因此而离婚呢 到底是因为什么 让小贩如此气愤呢 接下来 丈夫小孙道出了事情 我们俩互相现在 亲租越来越少 我父母呢 就看出 看出我俩怎么能过场 他们的顾虑非常大 因为这个房产呢 是写到父母的名 我说 又说是我盖的房子吧 跟开发商呢 觉得有个协议 这房产呢 必须是我的名 后来呢 后来呢 父母说的 他父母非逼我跟他离婚 怕我分房产 怕我父母能考虑说 你们总这边吵 又说哪天 把房子给你们 你们哪天才过不下去 房子盖完后 需要把名字 过户到小孙的名头上 这样一来 自然而然 就会有小贩的一半财产 但公婆见两人经常吵架 万一哪天 两人离婚了这个房产 就会落到儿媳手里一半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趁着没过户之前 公婆就逼着 两人把婚离了 这样房子 就属于儿子一个人的财产 然而 就当这些事顺利完成后 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离婚之后呢 父母就反悔了 反悔了之后呢 完了我就劝死他 现在不让他写我们名字 钱也拿出去了 我们俩又复婚了 钱呢 钱投入去了 钱房子盖了吗 盖了 那这 盖了现在呢 也是父母的名字 现在拿钱已经拿出去了 房子现在不写我们名字 房子也盖完了 名字也过户到了小孙头上 期间两人也顺利的离了婚 然而这一切都办妥当后 又找小贩求复婚 而小贩念着两人多年的感情 竟同意了复婚 不过复婚后 房子依然没有小贩的名头 不得不说 公婆的如意算盘真是高明 不但房产没分给儿媳一分 反而转了一圈 又把人给骗了回来 最后钱也得到了 人也回来了 这可真是打了一手好牌 但不管怎么说 两人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 那么经过这么多挫折后 两人真的就没有矛盾了吗 其实并不然 在这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再一次让小贩决定离婚 后来我怀疑她有外遇了 跟那个我们吃饭的时候 跟她有个姐姐 天天有说有笑 一聊聊那么长时间 一开始吧 我还没在意 后来有时候我们上街 她还给人买东西 我说我是你媳妇 她是你媳妇啊 你给她买东西 怎么不给我买东西呢 复婚后的小孙 依然没有改变之前的作风 跟那些异性还是一如既往的搞暧昧 根本不在乎妻子的感受 就连解释都跟之前一样 只是因为工作需要 我出去吧 和这些所有的客户 去跟他们交流 跟他们沟通 每天的精神都是绑得非常紧 回家呢 我就想安安静地休息 她呢 我一回家呢 就跟反接蝶似的 查我这个查我那个 所以说我跟她说话 要非常小心非常小心 虽说丈夫是因为工作接触异性 但这种解释对于妻子来说 早已见怪不怪 现如今小贩对丈夫 已经没有了信任 正是因此搞得小孙 也是筋疲力尽 但这一切并不是妻子无理取闹 而是有原因的 那还不是因为你给你前女友 你俩又说又聊的啊 这怎么还有前女友的事啊 没错 丈夫不但和异性客户 有密切来往 现如今又出来个前女友 这才是让小贩恼火的 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这位前女友和小孙之间 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 我们以前也出过一段时间 她这段时间呢 就是感觉感情可能是受了点波折吧 她受波折 给你打什么电话 她受波折 她就找你啊 她给我打电话了 你考虑过结婚那么有孩子吗 我就是因为考虑这些 所以说我不怎么理她 就是你打了电话了 我只能说阿贝 还天天接电话的 还有说有笑的 从两人的口中得知 这个所谓的前女友是受到了感情挫折 才主动找小孙谈心的 但这也说明了这位前女友 对小孙还抱有一丝希望 又重归于好的意思 可小孙面对这种情况 并没有直接拒绝 而是坦然面对这种暧昧 全然不顾妻子的感受 和前女友有说有笑 所以才让那位前女友 肆无忌惮地 经常给小孙打电话 刚睡挺香的 电话响了 我一接围 挂了 等她一接呢 人有说有笑的 跑阳台了 委层间去聊去 一聊聊那么长时间 完了还不是说 今天打明天不打了 还整个天天打电话 哥谁谁能受得了啊 当然 这种事情放在谁身上也受不了 就算是小孙和前女友 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但这种肆无忌惮的暧昧 早晚会出事 所以妻子小贩 完全不能接受这种事情发生 现如今两人经历了一次离婚 复婚后的丈夫依然贼心不改 不但在财产方面欺骗小贩 还和一性有着暧昧关系 种种的一切让小贩无法忍受 再次离婚也成了小贩最后的打算 要不是丈夫小孙强拉硬拽 把小贩带到节目组 两人早就领了离婚证 那么事已至此 这段情感糊涂账 到底应该是分适合 此时图老师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你说怎么投资就怎么投资 你说怎么做生意就怎么做生意 你说离婚他就离了 你说复婚他又复了 他多听话 但今天你搞不定了 男人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 女人常常是能容能忍不能骗 所以说我要觉得自己好像很聪明 跑到阳台上去接接电话 然后再享受几个女性的温存 感觉自己能够玩得游刃有余 但在这个问题上 女人是绝对不妥协的 因为这是女人最后的防线 不要去触犯她的底线 图老师并没有直接给出建议 而是分析了两人的情感 认为男人不要自觉聪明去欺骗女生 因为女生的底线就是如此 之前养猪赔钱和房产问题 再加上公婆逼弃离婚 这一切女生都没有过多的计较 反而在忠诚这个问题上不能忍受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女人的底线就是忠诚 所以图老师再三警告小孙 不要触碰女人的底线 不过有个问题让人不解 为什么图老师没有过多的 指责房产那件事呢 或许这就是一个怨打一个怨挨的问题吧 那么最后小贩会怎么选择呢 媳妇你放心 我以后呢 咱们俩会互相度过同 我不会说再让你 再做一些引进你误会的事情 咱们以后好好过日了 不要每天总是吵架 真的很累啊 你多考虑考虑我的感受 行 以后我会多考虑你的感受 从两人的对话中不难看出 小贩依然舍不下这段感情 所以最后两人选择了继续在一起 从最初的财产问题 到现在的情感困惑 女生总是以气愤的态度叫骂 却不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正如图老师所说 只要不触碰女人的底线 一切皆有可能 图老师为什么没有谈论房产问题 或许这个结果就是答案吧 好了 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关于这件事 屏幕前的你 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